大家好,我是姊姊 今天這部影片呢 是要說我在上個月的時候 就是3月大概底的時候呢 在季末做一個蘭鐸單排打野 然後1到S的企劃 那這一場是比較特別的是說 你們看一下現在選角 這時候我是說我想要用蘭鐸 可是我明明就有說我要用蘭鐸 然後卻被我的第五位隊友 這個WRD的一個玩家把我ban掉 然後他有說抱歉沒看到 然後我想說好吧算了可能真的沒看到 可是因為這個是新開的帳號 所以真的是沒有其他角色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跟蘭鐸比較像的就凡恩了 因為真的沒有其他支 對我就只能用這支好 那起初我真的是以為他是不小心的 但你有看到他選了什麼嗎 他選的是特安納斯 明明預選位是我是魔龍鹿 可是他卻選了特安納斯 哇我真的是很傻眼 我真的是很傻眼 重點是他完全就是不理 所以我不知道這場該怎麼辦 我變成呃 他的位置是輔助 可是他沒選 對那就變成原本迪阿克是中 然後我是魔龍鹿 可是他明明就預選會配到了輔助 但他卻沒有選一個輔助位 然後就自己走去了魔龍鹿 我們超傻眼 然後我們就說那 那只能迪阿克請你去輔助 然後其實迪阿克也很不爽 他就覺得說為什麼又變他是輔助 所以這邊也覺得很抱歉 因為至少不要凡恩達輔助嘛 凡恩達輔助跟迪阿克比起來可能迪阿克會好一些 對阿這邊我就有跟他說 因為他搶了我的路 所以這邊我就很傻眼說 恩你BAN我的角色就算了 然後明明預選會是我是魔龍鹿 可是你卻沒有理會 然後卻選了射手直接說 你也沒有溝通說你想要換路什麼的 都沒有 所以我就不知道這玩家到底是怎麼了 恩原本我以為說 這一場就只有這樣而已 沒想到等一下 後面特爾也會做出一些 讓人家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這邊先打贏呵呵 我不知道這個呵呵是什麼意思 但是 我是蠻想知道這玩家的心態到底是怎麼了 因為其實也沒有吵架還是怎麼樣 對吧 其實像這樣前面看起來也沒吵架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 是不是 恩心情不好 想要包覆社會還是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也只能硬著頭皮就先完了 對 這是星耀3的場次 那我就選了凡人中路 當然這一把沒有到逆風 反而是還蠻順的 但特爾一個人是逆風的 對 我就是還是把凡人中路發揮出來啦 對 他就是趕快清完兵線 然後 上下支援上下支援這樣子 還好我的其他 其他隊友都是還蠻好的 就是蠻正常的 這是讓我比較欣慰的一點 其實凡恩 他在現代版本中 我覺得還是很好用 在 尤其是對線上 他其實對線輸的角色不多 因為他的控制力蠻強 他只是缺點是手 手短了一些 然後沒有位移技能 不過在對線現在 對線其他的射手 書啊 小丑 蘭鐸這種都很好用 對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也不是弱勢的角色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多多利用他的 對 那這個企劃我其實是要用蘭鐸的啦 這一場最特別 因為我整個企劃打下來 總共109場 可是 其中只有這一場 就唯一這一場 是用了 反而其他108場 都是用了蘭鐸 真的就只有這一場 超傻眼 然後 這邊底拉克看到奧特 那是死了 就罵他一個87 嘖 我是不知道到底 他是不是不想要贏 我是真的真的不知道 因為也沒講話 還是什麼的 他就 呃 他後面 還去搶了 打野的那個 藍buff 所以這邊我真的是 頗傻眼的 傻眼到一個極致 欸 這邊藍buff出囉 看這小地圖 非常開心的 前往藍buff 欸 他先吃了一隻小野怪 之後 我感覺到了 哇 可惜剪接石把他剪掉 反正那邊他就是把 藍buff吃掉了 對 反正 那邊我就 啊 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然後 那 打野蟹有打字說 欸 你為什麼要吃我的 buff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其實就不用理他 因為他是故意的 就我們就打好我們的 當作這場就是 4打5 就好 我不知道其他玩家們有沒有遇過這種事情 不過 遇到這種事情真的是就很隨 其實心情會很不爽 但是呢 我還是不想數 所以我還是會 就是把他 打到 打到 我的極致啦 我能發揮到哪裡 就發揮到哪裡 這樣子 對 那其實可以看到 現在時間來到9分半了 8比6的情況 其實我蠻順風的喔 8比6 我有8個 我有5殺3助攻 基本上我參賽率現在是100的 所以其實這一場 核心是繞著我在打的 沒有蘭鐸沒關係 還是要把自己打的有價值 等一下其實這一場對面的角色 呃 對於 凡他來說還蠻好打的 還行啦 就是 沒有什麼太多刺客角 頂多一隻刀鋒寶貝而已 那其他的都是 凡恩可以處理的 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這邊達爾西 打了一個字請他 不要吃藍 不過我是覺得 他應該是不會理啦 對啊 所以我這邊打了一個 他是故意的 不用理他 因為跟他講什麼 他 他還是會做啊 對吧 我就按了我想要蘭鐸 可是他 卻還是ban了蘭鐸 然後說沒看到 然後又選了特爾安拉斯 然後描述 我是不知道是不是 連預選位都沒看到啦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這個吃 吃藍buff 我覺得應該就是故意的了吧 怎麼樣都不會去搶 自家打野的buff啊 看到我左下角的聊天室 觀眾們非常非常的氣憤 其實我這一場 真的是覺得 要不是因為我在做氣泡 我真的 我真的很不想讓他贏 真的很不想 可是我又覺得 不要辜負其他三位隊友 對 所以我這場也是使勁的打 我是希望真的可以當作4打5 其實這把真的就像4打5 你可以看到特爾一直在死掉 然後回家死掉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 發生什麼事可以一直死掉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這麼順風 希望這位玩家 你有看到這影片 希望你可以 呃 我沒有想要 我沒有想要就是 你來倒起來是什麼的 我只是想要你知道 這個遊戲是5個人的遊戲 麻煩你尊重每一位玩家 不要做 不要只想做你想做的事情 可以嗎 你想這樣玩 不代表你對我想這樣 既然你選擇了開始配對 就請你好好的 面對這個遊戲 的輸贏 用心去看待每一場比賽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不小心的真的是沒關係 但這其實就很明顯是故意的 對那其實現在遇到這種玩家 你要檢舉他 可能可以成功 但是其實對他來說 呃也是去打個幾場幸運幾分就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有沒有檢舉是其次啦 我覺得這是一個做人的原則 其實玩一款玩遊戲跟做人也是 蠻有相關的 你一個人在遊戲裡的人品是怎麼樣 就會影響到你生活裡的人格 對所以我真的奉勸每一位玩家 不要有特爾安納斯這個行為 好嗎 和平 和平玩這個遊戲 善待每一位玩家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對還好這一把後面我們有carry起來 覺得很感動這些隊友也是一起努力 對 好的那感謝你的觀看喔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你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你有什麼經歷 歡迎你們在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說你有遇過什麼很奇怪的事情 或是讓你很不高興的事情 分享給我聽 OK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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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